日媒NHK近期发布年度纪录片 持续追查几个月前 中国公司安循的文件外泄事件 揭露中共对台湾等国发动的认知战 对于中共的数位极权操控 外交部长林佳洞今天形容 就好像幽灵一样 无所不在 中共持续对外发动认知战 近年更是将触手伸到外国媒体上 有外国驻台记者爆料 上级指示不能称台湾为国家 只能说自治岛屿或那个岛屿 外交部长林佳洞21号表示 中共的数位极权就好像幽灵一样 它真的是好像幽灵一样 无所不在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 这是全世界面对到 中共这种数位极权的操控 所导致的威胁 那我们也跟理念相近国家 一起要做好因应 不只是透过媒体 中共也利用骇客和社交媒体 对台湾发动认知战 今年二月份 一家名为安巡的中国公司 内部文件被泄露在网路上 曝光了中共对海外发动 网路攻击的细节 日媒NHK记者持续追查 发现骇客已经取得台湾的人口 和道路等数据 其他具体的事例 还包括政治大学的资付器被入侵 以及去年台湾反对 引进印度劳工的抗议活动 それは抗议集会の およそ三週間前 若者に人気のSNS Dカードに現れた 印度からの労働者を受け入れれば 性暴力の増加につながると 誤認させるような内容だった 当时相关的言論 在网路上迅速发酵 最后也变成真的上街抗议 不过专家指出 其中的很多发文 出现了要与中国合作 或是台湾不常用的词语等现象 疑似是中共在背后操弄 中共认知作战的目的 远远不止台湾 包括捷克政府的 欧盟内部文件被窃 以及日本核处理水的议题 被散布假影片誤导 都显示民主国家 必须团结一致 共同面对中共 发起的网路威胁 新唐人亚家电视 曾一号 李一红 台湾台北报道